启示录六章一至六节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 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 声音如雷,说,你来 在圣经启示录记载 当主耶稣打开书卷中头四个印的时候 神宝座上的四活物 分别叫天上的那四只马 来到不同的四活物身边 继而这四个灾就开始临到地上 而按着以声制解启示录的原则 这四活物加上四只马 都是对应天上八个不同的星座 四活物就是对应天蠍座 狮子座 水瓶座 和金牛座 而四只马 就是对应天上四个以马为主体的星座 即是天蠍座附近的人马座 即是射手座 狮子座附近的半人马座 水瓶座附近的飞马座 金牛座附近的独角兽座 而且这四只马 除了一定分别属天上四个星座之外 也会借着星座连在地球上的位置 而得知事件所发生的地点 当你将黄道十二宫放在地球上的时候 以西班牙直布罗陀所代表的两条柱 就是双子座的话 人马座所对应的就是第一只马 即是白马 因为人马座即是射手座 有一个蓝脸座在旁边 看线六六章一至二节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 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 声音如雷说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 拿着弓 并有半年次给他 他便出来 声鸟有要性 而人马座即是射手座所对应的位置 就是夏威夷的地段 即是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 一直以来 四经家都认为 这匹白马是代表打和平 因为白色本来是代表和平 但是这匹白马却是拿着代表战争的功 启示六六章三至四节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 有拳柄吸了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伤杀 又有一把大刀刺给他 第二只活物所对应的就是独角兽座 而独角兽座对应地上的位置 就是现金回教国家所发生的 莫里花达明的出产地 北非的特尼斯 启示六六章五至六节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 骑在马上的手里牙着天平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买一声蜜子 一钱银子买三声大蜜 游和酒不可租塔 第三只活物所对应的就是半人马座 因为经文中所提的天平 即是天平座 就正正是在半人马座的身前 而半人马座所对应的地段 正好和柱女座一样 就是对应近年开始出现经济不景的美国 启示六六章七至八节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 陰阔也除了他 有拳柄刺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 或作死亡、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第四只活物所对应的 就是天上四马 所剩下在水瓶座旁边的飞马座 而飞马座所对应的地段 正好就是这匹飞马 脚踏在去年开始出现幅射泄漏的日本 但是这四个印所出现的正式时间和次序 会是什么时候呢? 原来在一年当中 太阳都会在指定的时间 在黄道十二宫的不同星座升起 到了2012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 太阳就会开始分别由水瓶座、金牛座、 狮子座和天蠍座升起 所以只要我们知道在2012年 太阳会在什么时候 在这四活物所对应的四个星座升起的话 就会知道四马所代表的四印 将会在2012年的什么时候出现了 第一印是白马 对应人马座 也对应四活物中的天蠍座 而在2012年12月21日的冬至 即是马亚长历的终结日 太阳就会从天蠍座升起 第二印的红马 对应独角兽座 也即是对应四活物中的金牛座 而在2012年6月20日的夏至 太阳就会从金牛座升起 第三印的黑马 对应半人马座 也即是对应四活物中的狮子座 而在2012年9月22日的秋分 太阳就会从狮子座升起 第四印的灰马对应飞马座 也即是对应四活物中的水瓶座 而在2012年3月20日的春分 太阳就会从水瓶座升起 不过 原来在2012年4个印出现的时候 并不是按照次序出现的 相反 首先会在2012年3月20日春分 出现第四印的灰马 第二个出现的 就会在2012年6月20日 夏至所出现第二印的红马 第三个出现的 就会在2012年9月22日秋分 所出现第三印的黑马 第四个出现的 会在2012年12月21日冬至 出现第一印的白马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